你就输入比如说哪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假设我CCC enter 他的成绩 那你一定要打个正确的 然后enter 再enter 不过会多一个新增 他就资料新增过来 但是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这个流程我觉得不太喜欢 我希望可以当 因为我最后判断是当按下他 他才开始判断 像这边的话 比如说滴滴滴好了 然后他的成绩120 离开他不会判断 或者是说他里面是空的 也不会判断 或者是什么 他不是数字 我也不判断 是当什么时候判断 当按下新增的时候才判断 而且我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当他离开的时候 就开始判断 其实也是可以 只是说 有的时候那个写作的流程怎么样比较顺手 如果你觉得跳离的时候顺便判断 那你程式就不是写在按下他的时候 因为我前面讲过了事件驱动 所谓的事件就是当哪一个有没有上面的元件它发生被什么作用 比如clicker 那你就把程式写在click 那个背后 当他click 才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同理可证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当什么情况下 我要判断呢 当我离开这个什么呢 离开这个textbox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textbox一 这是二 当textbox二离开的时候 所以我把程式写在那边就可以了 写的方法 请你注意 一 就是写在visual basic找到什么 找到你原来的表单的位置 应该找得到旁边那个地方 点他两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元件 他离开 怎么知道离开事件 习惯上是这样 点他两下 不过呢 他的预设的事件 不过先这个先 我再做一次 点他两下 他预设的事件是change 有没有 当什么呢 当这个textbox里面呢 有变更的时候 不过你如果写在change 好像不太适合 为什么 因为他change只要 他打个1 他就判断 打个2又判断 那这样的话 就会发生很多的 不对 不是那个地方 那再来当然 事件啊 textbox有这么多 其实有的时候 说真的啊 有的时候我也不确定 是到底哪一个 那怎么会知道啊 第一个猜猜看 第二个试试看 第三个呢 再给user用用看 如果都没问题 那就是对了 OK 所以说真的啊 这东西没有人每个都把它拿来 都用过 因为也不会也没事用那么 所以有的时候我用猜的 那我应该猜得出来吧 当他离开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单字 有嘛 也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事件呢 请各位注意哦 怎么写呢 一 请你把change 改成 也是 有没有 二呢 习惯上是把change删掉 因为这没有用嘛 三的话呢 你把程式呢 从上面 搬到下面来就可以 那比如说我们先搬一个好了 搬哪一个呢 当他没有填资料 那当他没填资料的话呢 是在这里 所以我把这一段 Ctrl C Testbox 2 当他是空的 那我就显示说 请输入资料 答案考的资料 然后呢 set focus 离开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资料 贴 那个程式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贴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诶 测试哦 这边的话 假设是滴滴滴 那当他如果没有输入 我就离开的话 试一下 离开 离开 直接按Enter Enter 好 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时候呢 就会判断了 诶 你没有填资料 那请你输入一下吧 不过我有set focus 到回去哦 不过existe有个缺点 就是他怎么样呢 你按确定 应该跳 到这边哦 他奇怪 他又给 他跳不回去 我试过了 他只会跳下面 没办法跳回去 所以这个当然 为什么不用existe 大概道理是这样的 再来 如果你觉得不ok existe不ok 可能其他还有很多事件 你也许可以试试看 不过看起来 existe会有个缺点 就是无法把游标 focus 不过时放上去 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最后再来处理 OK 会有这样的 所以同学问的问题 大概解答 好不好 Cassie 哪位 哪位 OK 那就是这个地方 那当然有的时候 第一个神日撰写 我的习惯 尽量不要写的太复杂 不要用的太奇怪的地方 就是说宁可集中在这里 好像也没什么太太不好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 就是 节外生枝 因为如果节外生枝有时候 你会变成 会没办法控制 没办法在control情况 这些状况 尽量 逻辑越简单越好 逻辑越简单越好的话 这个系统就越稳定 好不好 各位聊不聊这个意思 我写这样会有我的 以我的用意 但如果你有其他的方式 你可以 就是要try 因为有些东西 我也不敢保证说 它一定没问题 很多方法都是我自己试出来的 而且试了非常久的时间 没有问题 我才敢把神日放上去 如果我放了一个 有问题的东西上去 马上就会有同学会 老师这有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也许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可以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地方 写在哪里呢 Ezios里面 至于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写 基本上看起来好像 好像就没有 其他好像就不是OK 那Ezios吧 OK 其他好像发生错误 好像这也不行 OK 大概是这样的 有些基本的写作方法 所以补充一下同学问的问题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回到刚刚那个日期时间函数里面 OK 刚刚那个表单部分的话 还是再花一点时间 试着把它完成 接下来的话 现在Date Day旁边有个E Day 我讲过 其实计算年月是最麻烦的 还是计算月份 为什么 因为月份 有的时候 你没办法 总共有四种 年还好两种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什么 奥运这一天 2020年的7月24 那当天当然就是这一天 然后把等号给他 抓过来 这一天日期过来 那奥运的前三 前三个月 跟后三个月 到底哪一天的话 以前如果你不用E Day的话 你必须要使用 很多个函数 才有办法完成 假如你不用E Day 我先不用用E Day的方法 做一次给各位看 如果你不用E Day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用Date函数 为什么用Date函数呢 因为你必须 把日期先格式化 你才有办法做计算 2的话呢 你要把原来这个日期的年抓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能要year 这个日期 它会是2020 mins的话呢 一样这边加一个mins 然后呢 把这个日期抓过来 那日的话呢 你要把上面那个日期 用Date把它包起来 你不能直接点哦 一定要用YMD函数 那你如果你要计算 后三个月的话 请你在mins后面 加3 按确定 就OK了 但是你想说 光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就要用四个函数 外面Date 里面还有YMD 没办法 因为日期是一个蛮特殊的格式 里面有三个东西嘛 好 那可是如果要简化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内建一个函数 叫E Day函数 那特别说 E Day函数只能计算月份哦 它年不行 日也不行 主要是针对月份 因为月份最麻烦 OK 我们是针对最麻烦 那它的简单的地方就是 E Star Day 就这一天 Mins的话呢 就是三个月之后 这样就搞定了 有没有 三个月之后 不用刚刚还要什么 E Year Minus Day 不用 你就是三个月 按个确定就可以 但是因为呢 它这边返还的是一个什么呢 它原始状态 打回原型 所以你如果要再把它格式的话 也许你就是再用日期格式给它一下 它就帮你格式为正确的日期了 同样啦 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是奥运的前三个月 那这边当然一样 如果你要再做一遍 麻烦 所以其实我把这边贴一下 这边把它改成负三 减三就可以了 三个月 那如果用E Day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你用-3就可以 所以这边插团数 一样用E Day 然后给这个日期 这边请你用-3 那一样把格式带过来就可以了 格式的话 我看用这个刷子刷 这个刷子刷一下 应该是上面刷下面的 把这个刷过来 刷这个过来 然后把宽度调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E Day函数的话 主要是计算相间隔几个月 OK 所以E Day函数有概念之后 请各位待会切到综合练习题 我们要练习什么 一先把每个月的第一天做出来 二再去把这一天做出来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插团数 把刚刚E Day派上用场 Star Day就是它 相差几个月 一个月嘛对不对 然后按个确定 它会自动把格式带过来 你可以拉过来之后 宽度不足对不对 可以选后面几个月份 纵向选取之后 快点两下任何一条线 它就帮你拉宽了 如果那个大小比例不对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缩小一点点 大概是这样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如果要产生底下的每一天 所以E Day先把E Day每一天先做 二的话呢 把1月2号做出来 1月2号怎么做呢 等于上面这个日期 怎么样呢 加1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里面放的就是一个数字 我只要加一天 它不就怎么样呢 把格式带过来 1月2号 但是会有个问题 我向下填满 1月份应该没有问题 都加1嘛 反正我就跟上面加1 上面加1就可以了 那再来 向右填满的时候 你会发现 2月份的部分 因为它也是跟上面加1 上面加1 但是问题 2月28 到3月1号 问题来了 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2月份最下面不要出现3月份的话 那这里我可能需要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1月份不相同 就帮我把它清掉 所以前面有讲过嘛 所以你可能待会会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边下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什么条件呢 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你可以用一幅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 如果什么呢 慢死 它跟它上面这个储存格的月份不相同 那就不要产生日息 所以特别说这个逻辑应该会下慢死 不过可能自己打得比较快 慢死 上面这个是A2 如果跟下面的不一样 下面不等于的话是这样的 小于大于 不等于什么呢 下面这一个 就是A2怎么样 加了一天之后的月份 如果我现在上面那个月份 跟我现在的月份不相同的话 不等于哦 那我就不要输出 那反之的话呢 就跟刚刚一样 什么呢 A2加1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理解啦 所以你会发现呢 他们几乎 前面多了这些东西 那基本上一月份应该不会影响 可是二月份会不会影响呢 应该会影响 有没有 2月28 3月1号 清空了 但是问题来了 它下面这个储存格 一样会跟着它 对不对 可是问题你慢死 然后你给它上面 你去检查上面的 结果你给它的是一个空的 他会跟你讲说 你应该要给我一个日期啊 可是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空的 他就是跟你讲说Value错误 那怎么办呢 再来最后 其实你怎么样 如果以后你的 出生格里面发生错误 你有个方法过滤掉就可以了 前面好像我们时候有做过 过滤 如果假设你的出生格里面有错误 你要把它过滤掉的话很简单 减下之后 插入一个逻辑里面 它有一个ifl if 如果 如果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是由警字号开头的 那就是错误 帮我变成没有 那怎么做呢 把刚刚的公式减下之后 贴到这个value里面 一哦 减下哦 这个哦 记得不要包含等号 二 ifl 把公式贴到这个里面 一起吧 什么 减下 然后呢 再来他就会帮我什么 判断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就给什么了 空置串 那意思就是如果正确的话 什么事都不要发生 OK他打 确定哦 那你向下填满应该没问题 因为都是正确的 向右填满哦 有没有发现 错误就过滤掉了 那这样的话 当然你可以什么 向右 全部填满 就完成了 可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当然你原来是A2加 A2加1 它底下会出现 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过滤哦 所以过滤有两道过滤 一 过滤月份是否相同 二 如果发生错误 把错误过滤掉 那没问题 我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个 综合练习 主要是 利用那个曼死函数 判断如果他 现在的储存格 加了一天 上面的储存格加了一天之后 是不是同一个月份 如果不是同一个月份 那就把它清空 试一下 那记得 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把 那个2月1号 3月1号 能不能一带函数先产生 OK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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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